第一課 外語吸引力法則 整個宇宙都受到自然法則的控制 我們可以坐在飛機上飛上天 是因為航空製造業巧妙地運用了自然界的法則 我們之所以可以在天上飛行 並不是因為物理法則為了讓我們飛行而發生了改變 而是因為我們找到了一種巧妙的方法 根據自然法則運作讓我們可以飛上天空 就好像物理法則操控著航空、電力、重力 有一種法則操控著我們的人生 如果要改善、修復關係或獲得新的關係 你就必須懂得這個法則 這個宇宙間最強大、最有力的法則 吸引力法則 從智慧之物到極微之粒 吸引力法則讓每一火星各貴其所 讓每一個原子和分子得以形成 太陽的吸引力讓太陽系裡的星球各貴其位 不止於衝向無銀的宇宙 重力也是一種吸引力讓我們以及世界上其他所有人 動物、植物和礦物安然存在於這個地球上 在自然界中吸引力無處不在 花吸引著空中的蜜蜂 種子從土壤中吸引著營養物質 每一種生物亦都被其他自己種類的生物吸引著 地上跑的動物、海中游的魚、天上飛的鳥 它們都在吸引力法則影響下生息繁衍、結群而活 正是因為有了吸引力才有了我們體內的每一個細胞 我們房屋中的每一種材料以及每一件家具 正是因為有了吸引力 車才可以在路上行走 水才可以被倒在杯裏 事實上你所用的每一件物品 都是在吸引力的作用下才得以形成 吸引力亦都將人聚在一起 在吸引力的作用下 人基於共同的興趣形成各種群組和社群 在吸引力的作用下 有些人喜歡了科學、有些人喜歡了藝術 在吸引力的作用下 人們喜歡了不同的運動、不同的音樂和時尚風格 以及不同的動物和寵物 在吸引力的作用下 你有了自己最喜歡的東西和最喜歡的地方 有了自己的朋友和愛人 吸引力法則是一種全能的法則 讓世間的一切和諧共存 在它的作用下 從原子到星系 從極微到智慧 一切得以形成 蒼亡浩宇間 萬事萬物中都有它的身影 萬事萬物都因為它而成為可能 在你的生活中也都處處有它的印跡 吸引力法則究竟是怎樣在你的生活中運作呢? 量子物理學認為 世間的一切包括你的思想 都是因為某種特定頻率的能量震動而產生的 思想也是由能量構成的 可以被測量 每個不同的想法自有它特定的頻率 你的思想會為你吸引來有絕相和頻率的人 事物 物以類罪 人以群分 在吸引力法則的作用下 你想得最多的東西 會被吸引到你自己的生活中 也就是說 通過你自己的思想 你創造了自己的生活 進入你生活中的一切 都是你通過自己的思想吸引來的 跟所有其他自然法則一樣 吸引力法則是不可改變的 沒有人可以超越它的控制 沒有人可以脫離它的存在 吸引力法則本身是中立、客觀的 它不偏不倚、公平地作用於每一個人 以及每一個事物、每一個想法 關係與吸引力法則 簡而言之 吸引力法則對關係的影響是 你對關係產生怎樣的想法 你就會將怎樣的現實吸引到關係中 你不可能一面對一段關係心懷不滿 一面擁有一段充滿愛的關係 比如說 你不可以一面想著 他們不是那麼愛我了 一面體驗著別人對你越來越多的愛 你要在腦海中想著愛 才可以將愛吸引到自己的生活中 你就是宇宙間的一塊磁鐵 無論你想的是什麼 在吸引力法則的作用下 你想的東西都會通過人、思、蜜等等多種方式 回到你的生活中 正如那句古老的言語所說 種掛得掛、種斗得斗 你的想法就是種子 你的收穫完全取決於你種下怎樣的種子 積極的思想會為你的人生吸引來積極的人、思、蜜 消極的思想會令你的生活中充滿消極的人、思、蜜 這是人心靈中的物理學和宇宙中的數學 正如愈來愈多的物理學家發現這樣 這是一個心靈宇宙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什麼是積極的思想 什麼是消極的思想呢 積極的思想就是想想那些你想要的 消極的思想就是想想那些你不想要的 當你在思考的時候 你的思想不是積極的就是消極的了 它們是積極的思想還是消極的思想 決定了你會將怎樣的現實 吸引到你的關係和你的生活中 你生命中的所有人、事、蜜 都是你通過思想吸引來的 你現在過著的生活 取決於你之前的思想 仔細想想 當你還未知道思想在塑造人生方面 起著這麼大的作用的時候 你是多輕易地把自己不想要的東西 吸引到自己的生活中 但是現在一切都發生了改變了 因為你發現了這個秘密 思想積極的時候 你會吸引到積極的人、事、蜜 思想消極的時候 或者想到令你生氣的東西的時候 你會吸引到消極或者令人生氣的人、事、蜜 生活並不單單是被動發生的 你的關係狀態也不是隨機的 你的思想已經為你的生活 吸引來了你想到的一切 對別人抱有積極的想法 你的關係也一定會變得積極美好起來 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也會隨之好起來 對別人抱有消極的想法 對他們產生抱怨、責備、憤怒以及其他的想法 你會將這些消極的東西吸引到你的生活中 這是一定的 當這些消極的東西產生的時候 你的思想又會變得更加消極 由此進入惡性循環 同樣如果你聆聽別人的抱怨 將關注點放在他們的抱怨上 當你和他們的共情、贊同他們的觀點 你也會將更多的責難和抱怨吸引到自己的生活中 無論抱怨和責備是多麼有理有據 這一點都不會發生改變 我聽說有一位女士經歷了非常不幸的感情生活 心理諮詢師判定 這一切都是源於她在孩童時期經歷過的虐待關係 但是這位女士也都認識到 她總是將自己生活中的問題 責怪到別人身上 不停地抱怨 這樣也都令到她現在和人的關係變得一團糟 於是她不再從別人身上找問題 停止對別人的抱怨和責備 更用心地去發現生活中的愛 欣賞生命中的人 然後一切都發生了改變 幾乎就是在她開始轉變思想的那一刻 人家介紹了一個完美的伴侶給她 無論是性格還是價值觀 甚至是眼睛和頭髮的顏色 這位男士的一切都是她夢想中的樣子 不夠三個月他們就定了婚了 兩年之後他們結了婚 最神奇的是 其實在過去的二十多年裡 他們兩個人的生活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交跡和重合 他們的家人互相認識 他們去過同樣的度假地 他們甚至在同一間公司工作過三年 但是之前他們從未相遇過 命運彷彿一直在刻意把他們分開 直到這位女士意識到自己必須停止抱怨和紮備的那一刻 才讓他們最終相遇 真的 一切就是這麼奇妙的了 責怪的遊戲 語言有著巨大的力量 根據吸引力法則 對於另一個人 無論你想了些什麼 說了些什麼 這一切都會成為現實 當你責怪、抱怨一個人 你其實在損害自己的生活 真正受到影響的是你自己的生活 責怪和抱怨是一種強而有力的消極表現 他們會帶來巨大的衝突 你的每一個抱怨 你對別人的每一生責備 都在為自己的生活吸引更多讓你抱怨的糟糕情況 抱怨政府、伴侶、孩子、父母、鄰居、鞋隊、經濟、食物、工作、顧客、生意、價格、噪音、服務等等等等 這些看起來都是無足輕重的小事 但是他們會吸引來更多消極的因素 危害你和人的關係和你的生活 如果你因為搞瘋了一個約會而紛紛不平 將一切都怪到對方身上 你其實是將責怪當作自己消極思考的藉口 但是吸引力法則不會理事情究竟是怎樣 它只會對你正在想的事情做出反應 如果你責怪別人 你一定會將更多讓你責怪的情況吸引到自己的生活中 他們可能並不一定來自你正在責怪的這個人 但是無論怎樣都好 你一定會遇到更多令你深深責怪的情況 對吸引力法則來說 沒有法外之地 無論你的腦裡想的是什麼 它們都會成為現實 出現在你的生活中 創造你未來的人生 就是你此時此刻的想法 同樣 想一想那些你愛的東西 你也會收獲更多的愛 當你想到愛的時候 無論你想的是什麼人 什麼東西 愛都會回到你的生命中 為你帶來更多的愛 當你愛上了這個出現在你生命中的暫身境遇的時候 你會產生更多自己的思想 將更多的愛和積極吸引到自己的生命中 由此進入良性循環 因此如果要將更多的愛吸引到自己的生命中 你只需要想想那些離外的東西就可以了 我認識一對夫妻 吸引力法則 令她們的婚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她們結婚至幾年 但婚姻卻陷入僵局 她們各自過各自的生活 妻子甚至無法忍受和自己的丈夫睡在同一張床 不過她也是決定要拯救自己的婚姻 於是她記下了丈夫為她做的每一件小事 而且告訴丈夫 這些小事是多麼令自己感動 幾乎在與此同時 丈夫做了更多關心愛護她的小事 歡笑又回到了她們的生活中 她們重新開始一起休閒娛樂 重新找回激情 甘地有一句話說得很好 要想改變世界 就先改變自己 這位年輕的妻子在自己的婚姻中 也都形容了同樣的方法 如果你想改變你的某一段關係 你必須先改變自己對這段關係的想法 改變自己 對於這段關係 你的想法越積極 越是充滿愛、欣賞和感恩 你就越是可以將更多的積極因素 吸引到這段關係中 如果想改變一段關係 你就要改變自己了 你只需要改變自己的想法 做到這一點 你就可以改變一切了 苦心自問 在這段關係中 你的思想夠積極嗎? 積極的思想 值根於愛 消極的思想 源於愛的缺乏 你很清楚 在現在的這段關係中 你有多少積極的想法 如果這是一段很好的關係 你的積極想法肯定比消極的想法多 如果這段關係存在問題 你會有意無意地產生更多消極想法 一定要記住 關係中的一切都與對方無關 儘管聽起來可能有點難以接受 很多人覺得 一段關係的好與壞都是由對方決定 但事實並非如此 你不可能對吸引力法則說 等對方改變之後 我的思想就會變得積極了 如果你不先給予 你就不會有任何收穫 無論你吸出去的是什麼 你都會有所得 因此 你一切都是與對方毫無關係 關鍵是你自己 關鍵是 你是怎樣想的 你散發出怎樣的信號 你吸出了怎樣的東西 對對方抱有積極的想法 你就會擁有美妙的關係 進而擁有美好的人生